音樂 音樂 棒果這一家 音樂 很舒服的民宿 可惜後面幾天都被預約走了 我們只能另尋他處 因為是旺季的關係 即使提早半年定住宿 還是一訪難求 掰掰 貨富多普 我們準備換宿舟 坐火車大約25分鐘 就來到另一個同區城市 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西北方 距離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 只有15分鐘的火車車程 入住AMBNB 放完行李後 我們就要去參加國王節囉 為了今天我們也是橘色上升 一出中央車站 看到許多人穿著橘色服裝 有些人更精心打扮 就是要參與這一年一度 難得的盛會 如果你身上也少了橘色點綴 這裡都買得到喔 達姆拉克大街 達姆拉克大街 運河旁的傳統房子 只是一看都長得歪歪的 沿途的商店都充滿橘色服飾和裝飾 走著走著來到水壩廣場 每年的4月27日是荷蘭的國王節 一年之中最歡樂的日子 全國上下都會換上橘色裝扮 舉國一起慶祝國王的生日 荷蘭各地都有慶祝活動 就屬阿姆之特丹玩樂的最瘋狂 四處都有派對和音樂表演 整座城市變成超嗨的大型露天派對 從水壩廣場漫步過來 街上到處都是滿滿的冷場 運河這裡也是相當熱鬧 遊船派對更是不能錯過 各式各樣的船隻穿梭在運河上 播放著鎮耳欲容的音樂 真的是超級歡樂無敵嗨的 忍不住將精彩片段記錄下來 船上滿滿都是正在狂歡的群眾 人受一瓶啤酒 隨著音樂盡情移動 國王節原本是女王節 國王節原本是女王節 19世紀時皇室為了凝聚全國人民 以慶祝女王生日的名義 在全國各地舉辦大型的慶祝活動 全國放假一天 先任國王在2013年繼任王位 原名女王節就改稱為國王節囉 是荷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節慶 也是世界上最盛大的生日party 國王節是阿姆斯特膽最擁擠的一天 建議背小包包就好 錢包相機手機都要顧好 在狂歡之餘 時時保持警覺 當心爬手 國王節這天 荷蘭全國各地都有音樂表演 市集派對等大型活動 最特別的是 所有人不用申請執照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擺設攤位 不少人都是在前一晚 或當天清晨開始擺設 把家裡用不到的東西 或二手商品整理出來 擺攤位在自家門口 或是廣場公園 大賣二手商品 也可以設計遊戲 或是街頭才藝表演 大賺外快 當天的收入也不必繳碎 整個荷蘭變成地表上 最大的二手跳肘市集 天安 好,這也有放棄 好,這也有放棄 小白頭有錢 對,臉又有錢 逛跳腳市場記得多帶零錢 因為大超會不太好找拍 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才發現我們會遇到荷蘭一年一度的縣市國王街 從來沒有參與過國際盛大的慶典 難得就是有機會參與 我們一定要把這天留給阿姆斯特呆 至少以前不合佛 從來沒有過三獎 但我們一定要沒有過三獎 哪有話來的 會不會太好 至少女生 不斷了 還好,這 rapt進去 不少游客都随着音乐尽情摇摆 自在的享受美好的欢乐饮物 这一天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公车、电车和计程车都会停驶 市区对外围的交通不受影响 记得穿一双好走的鞋 才不会走到脚痛哦 翁代尔公园 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最大的公园 这天也是人满为患 公园里有免费的流动厕所 但太张了我们宁愿花0.5欧去上付费厕所 位于国家博物馆前的巨型巨母 这里充满超多游客驻足于此拍照 并坐在这儿停留休息 若意不觉的人潮将大型之母都遮住了 可惜这地标在2018年12月3日被拆除 凡谷博物馆 国王节这天凡谷博物馆有开放 里头是禁止拍摄的 凡谷民千万不能错过这里 近距离欣赏凡谷留下来的增积笔触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留给阿姆斯特丹 参与从未体验过的橘色国际派对 搭配库肯霍夫花园欣赏玉京香 绝对会让你此生难忘 傍晚齐分我们慢慢往中央车站的方向走去 沿途的路上有许多垃圾和碎玻璃 路过要特别小心 感觉越晚会越热闹 我们有体验一下合适的欢乐气氛就好 准备回去位于站单的AMBNB休息 虽然房间小小的 但这里是我们喜欢的北欧风格 住起来很舒服又温馨 站单的房价比忘记时的阿姆斯特丹便宜许多 是想省钱的小知足住宿的好选择 窗外的房子都长得好同趣又可爱哦 好喜欢这个家的全部和氛围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始小频道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